阳台外推 頂樓夾蓋擴建 这是台湾住宅 特有景象 先生你好 我们做个问题 我们来做个查访 远景四人一组 突几板桥舟公寓 布置清查人口 还要观察房子结构 内部隔间是不是重新施工 但再怎么动员人力查访 看看这整条巷子 都是屋龄四十年以上房屋 电话线 第四台 乱七八糟的线路 让天空只剩下一条小缝隙 光是一般车辆进出 就得左闪右躲 更何况是大型消防车 住了三十年的王太太 私下表示 整条巷子几乎都是违章建筑 明明最高五层楼限制 放眼望去 每栋楼都有顶楼加盖 一下子盖到七楼 住户为了偷平树 空间不够就多盖一点 二楼把阳台外推到极限 远远看着像是小院子 隔壁也有样学样 像是公寓迭迭乐 一旦发生天灾人祸 人身安全堪率 我们过去其实对于这个租赁市场 租赁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漠视非常放任 导致有所谓的张姓的二房东 然后晚上才能够去看房子 或者是到十一点的时候 才能够签约 所以我们把它称说 这个现在过去的市场 就变成是黑市或者是夜市 全台为鉴 多到国人早已见怪不怪 但其实政府长期漠视 也是帮凶 桃园市的那个部分 桃园市的 在105年发生所谓的 那个保龄酒馆的那个火灾 那这个 那个时候宣誓说 要大力的扫荡为鉴 结果今年只有拆21件 今年只有拆21件 你看嘉义市 从图形则上来到现在 没有拆过半件 违章建筑乱象 急失釜底抽薪 租物品质称之不齐 立法院在106年11月底 毫不容易三独通过租物条例 将对住宅委托给包租 代管业者的房东 提供所得税优惠 还有租广告内容 如果与事实不符 就要开罚 但参与修法的教授 林旺根指出 其中还是有漏洞 如果是住宅 集合住宅 它只有规定六层楼以上的 六层楼以上的集合住宅 才需要去做 所谓的公共安全检查 问题是五层楼以下的 那个部分 它就没有 你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人家 最后你怎么负责 是人命财产 损失你怎么负责 从新北市中和出租套房 四楼和五楼大火 酿九死二伤 到台北市八的路 隔间套房火锦酿一死 全都是五楼以下的租赁住宅 按规定 是民国83年以前的寄存违建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开第一枪 要废除违建特赦令 违建同同拆 台北市今年有86521间 新北市有196000多间违章建筑 就占了全台超过三分之一 今年只有拆除4800件 拆除率仅5.6% 比率低 怪不得民众无感 有良心的商人或房东 就会在消防安全花行司 这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当层的安全导生梯 基本上我们这个个案 除了你看消防栓 灭火器 这里面都实际上是有 那要注意一下就是说 灭火器的时效也很重要 如果家里发生火警的时候 我们的防火门可以把它关起来 避免 对 来你看 我们的防火门 基本上在这个都有经过中央 中央的认证标准 它是有一个小时的防火时效 防火门争取逃生时间 另外还有排烟窗 基本上就是说当侦测到 有火警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窗户是可以联动的 它是借由我们提听天花板 所谓的增烟 增烟的这个所谓感知器 会联动到我们大楼的 我们大楼的这个所谓的 行销管控中心 基本上的话 它就有办法做联动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在有烟的时候 它这个就会自动打开 是 族屋族在看房时 别忘了抬头观察天花板 其实在厨房的地方 是最容易发生火灾的 所以说以这个厨房来讲 它这个最标准的配备 你可以光是看到它这个机器 它就是侦测这个温度感知器 就是说如果说 发现户外跟室内的温度 突然有很大的落差的时候 那它就会产生警报 族屋居住安全必须受到重视 维建住宅何时差 除了考验政府破例 还要自己睁大眼睛 才能保障安全